那個...黃牛不是用來吃的 是要養餐的 牛肉乾的 牛肉乾的 水牛是更甜的 那黃牛呢 黃牛用來做漢田 水牛用來做水田 黃牛身上毛細孔比較多 所以它比較能夠調節氣溫 然後水牛身上毛細孔比較少一點點 所以它需要浸在水裡面 它如果在漢田裡面太久了 它會脫水而死 所以那個... 我們常常看到 用黃牛來拉車 或者在玉米田工作 但是水牛就是要泡在田裡面 比較有潮濕的地方 用水牛這樣子 保持它濕度 對對對